传闻当乒乓球的发射速度不快 就可以达到杀人的效果 为了验证这一说法 杰米和亚当决定亲测一番 实验开始前 两人分别测试了双方打球的速度 杰米的雷霆一击让球的离拍速度 达到每小时109.4公里 亚当则是每小时117.5公里 很明显这两个速度 离致命一击那是相当遥远 为此亚当利用水管 组装了一把气压动力的乒乓气枪 最终得出气枪的压强为69万π 速度则是每小时225.3公里 当然压强并不是空气炮中 子弹加速的决定性因素 于是杰米特意加长了20倍的枪管 因为枪管越长 加速的时间就越长 乒乓球射出的出速度就越高 一切准备就学 可以看出效果非常的明显 乒乓球不仅穿透了2.5厘米厚的纸板 还在木板上留下了很清晰的痕迹 速度更是达到了每小时730公里 遗憾的是 这种速度还是不足以致命 最多可以击断肋骨造成瘀伤 为此杰米决定把管子缩短成9米 然后封锁住管子的两边 用真空吸尘器吸空里面的空气 让乒乓球前端没有任何气体阻碍 最后戳破管子的一端 遗憾的是 乒乓球在出管子的瞬间 速度骤降至每小时93公里 于是亚当决定采用一些火箭科技应用 在管子后面增加一个节流法 相当于气压舱 终于乒乓球的速度超过了音速 达到了每小时1770公里 那这种速度的乒乓球能否致命吗 为此亚当在管子的终端放置一块猪肉 充当人类的替身 可以清楚地看到 猪肉被击打出一个3.8厘米左右伤口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